桃園市文化基金会在今年接受市府的8000多万元补助预算和委办事务 但体制上不属于公家机关 实际的运作不受议会监督限制 就有地方议员质疑 在今年基金会所举办的相关活动 无法看到明显的成效 而在另外基金会与文化局的所属关系看似合作 但一旦发生了争议究竟要由谁来主导 今天在议会文化局的工作报告中 文化基金会的执行长也到场接受备询 议员询问到关于文化局以及桃園文化基金会的重属关机 文化局长以分工来描述 但这个回答也让议员质疑 文化基金会的重属关系不明确 将来如果遇到举办活动的争议 那到底是由谁来主导 有很多的时候当面临在现在的时候 他们是答不出来的 或者是不愿意答的 或者是还想要再继续沟通的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活动 我们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等待他们这样的 所以今天我这样问给你看 就是要告诉你 赶快去解决他们两个之间这样的问题吧 要让最佩合啦 比较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像你说这边国际的 把这个国际办一台给你看看 你的国际 你的越南要求的 不然什么免账 什么邀请一大堆 刚才没有一个结果 来过来 来五六七八八九 什么国际啊 你看人一看 民党有多少人 人邀请多少 还有那个总局长邀请大的活动 你看那个管院 一百多多 很浪费啊 你市政有什么国际国际啊 面对议员的质疑 桃园市文化基金会的执行长 也今天到场接受备询 并且强调 目前在沟通上没有出现问题 我们在文化局委托的时候 是根据一些我们市的一些知识法规里面 委办文系会的业务 那我们委办之后 我们还要递送营运计划书 让文化局审核我们的这个内容 那这个内容同意之后 我们才可以执行 那我们每个月都要递交 这个工作报告给文化局 所以这个部分是OK的 不会有像抗议员所担心的这个部分 桃园市文化基金会成立30多年 过去都是自筹裁员来运作 为了协助推广在地的文化 也持续的举办不少的活动来吸引民众 但如何提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让大家认同 也是基金会的一项考验 桃园有限新闻林瑞峰议会 才能报导